為日本時代保留到現在的香蕉刺濟 在原本的地主用土地不出去之後 不然跳土的名字 在身上感受這個刺濟對重要的意義 他們做的鄉親和地主參加之後 接下跳土的工作 過程當中洗字不要來破海建材 這些建材材料木頭其實還非常的堅固 所以我想就先把它移到我的農場去 將來可能的話就是再把它搭建起來 讓它延續這些木材的生命 鄉親表示 早期中央沒有金蕉刺 農民都會帶去南島買 後來在原本的地主進出之下 才會設立這個金蕉刺濟 作為當時採購當業會南島分析 後來刺濟越來越老闆 漸漸打香名聲 我們這裡的金蕉 去到日本就煎得紅了 煎得紅了 它說人家的收集不夠 大量再進去 人家的政策 再進去 大家所有和山蕉種 種到這裡說 我山蕉的酒真好吃 這樣吼 和日本這裡有 天洪說 好吃 這種金蕉也不吃得到 因為遇到日本天洪的黑漏 中央的山蕉 大量多小 市集不可以說 每天人都這麼多 也可以帶動 經過北中央的歡迎 北中央出川 山蕉上高峰的時候 在這個 龍岸的金蕉刺濟 可以在我們轉生 第二大 最大的就是南部 在我們中部 就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也創造了 我們北中央人口所相關的 這個市集 可惜後來因為 農民到大盤 已經賣了 造成金蕉山蕉佛道 也有所在的刺激 將來適合作用 現在也被拼圖 這當委呆 向市集人的口中 來了解等董事 歡迎的金雄 記者 林雲昕 蔡宏佛道